今天就要和大家介紹小篇的兩種食法 分別是蒸焗雞腿肉和蒸菜 首先在我蒸水盆上加滿水 然後我預先教了蒸焗模式 選擇撇血 然後按start 選擇我最喜歡230度 再按start 看到撇血的按鈕斬斬斬斬 就在撇血了 這就是我今天想做的雞肉 咦? 嘻嘻嘻嘻嘻嘻嘻的聲音 嘻嘻嘻嘻嘻的聲音 嘻嘻嘻的按鈕停了 這時候就可以把雞肉放進小坨裡 我用牛油脂纏著底 很方便 因為到時做完之後 把牛油脂照扔就可以了 連洗爐也不用 那我現在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牛油脂的水分 關上去 然後就選擇 我一般選擇20分鐘 然後再按start 哇,這麼快就去到13分鐘了 那這個時候呢 很喜歡呢 有空就用電筒照片裡面的雞肉 哇,出了油 我一滴油都沒有放進去 但是雞肉呢 多餘的人都會出來了 所以是吃得很健康的 咦? 響了啊 夠了 那我就開爐了 哇 好香啊 我拿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做好的雞腿肉 一滴油都沒有放進去 但是裡面呢 是又熟啦 但是又不乾啊 很juicy的 那我就上碟了 哇 這些就是剩下來的油 整張紙 扔掉就搞定了 那鞋羊做什麼好呢? 鞋羊就不如 嘗嘗蒸菜啦 那這個呢 就是洗好的糖糕 那小P呢 有一個Ottomone的功能 那我今天呢 就用綠蒸蔬菜這個模式 首先 我就用牛油紙 煎一煎個碟 免得煎花盆 雖然我其實有些多餘 覺得這個動作 那呢 那菜呢 沒有油沒有錢 只是在我放進碟裡 就整個放進蒸焗爐那裡 然後關上一蓋 記得之前入滿水 然後呢 就在Auto menu那裡 就選 按Start 就選擇綠蒸蔬菜這個模式 我一般呢 是不是都會選200g先的 不要理會那麼多 再按Start 照整啦 那就大約5分半鐘 好了 做完一回合之後呢 倒數先 OK 那我就拿出來了 我把菜拿出來 那呢 我就會看一下 那些菜板一邊的粗幼 那樣 那我多數是 我都選了200g 最少的時間 然後呢 我就會拌一拌這菜 可能去到底 底又去到面 那樣 那呢 拌完之後呢 我就多數會再蒸多一陣 少少的 那看一下 代菜生沒有條粗的 或者是西近的粗粗的 那就可以蒸久一點 那個糖醋其實都已經差不多 我都會說呢 可能我蒸一至兩分鐘就算了 那我主要呢 就喜歡把它 再反一反 令到整碟都很均維的 熟度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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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剛才那樣的 那樣的 再選擇 最後一個mode 再選擇mode6 那因為最少是200g 我就會按 但呢 我就不會全程 5分半 我只會做 可能 根據菜的軟硬度 可能呢 一個這樣 我煮兩分鐘 我就隨便它 就拿出來吃的 那些菜有時候 可能呢 加一點蠔油 就算不加任何的調味料 我覺得呢 那些菜呢 是很鮮味很香的 那呢 最後我怎樣清理的爐呢 那個爐冷了之後呢 其實呢 我就多數會走蒙 嗯 嗯 Ottoman 來的mode17 那樣 就去掉水的 你會見到呢 那條喉龍的水會放出來的 那我就呢 用手呢 把他拔在爐的邊 那裡 不用擔心 放心 用手拔就可以了 那些人說 又用什麼東西吸水呢 其實不用啦 用手就拔下去了 然後呢 下面有個架的 就這個架了 那倒了些水去呢 我就搞定 嗯